各位好 欢迎各位收听吐槽新闻 今天第一个要吐槽的对象就是那个曾经当过日本首相的日本鬼子安倍晋三 因为他在前几天不晓得是脑子抽风还是脑子进水 他告诉大家说 他忽然很想来台湾悼念那个不得好死一周年的混蛋李登辉 那为什么他想这么做呢 因为他说他觉得李登辉对日本实在太好了 太友善了 就差没说出李老贼根本就是一个不折不扣任入见种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因此呢 在混蛋李老贼不得好死的一周年之际 他说他希望来台湾上个坟帮李老贼上个香 以表达对李老贼这个混蛋的敬意 坦白说安倍你这个日本鬼子 你这么说这么做 我觉得你太不地道了 你根本就跟台湾的菜马桶一样 就是一个满嘴跑火车 只会满口屁话的一个下贱无耻骗子 为什么我这么骂你呢 因为你身为日本鬼子 好歹你应该知道 一个真正的日本鬼子 他要是想对另外一个人或是另外一个事物 至上他最崇高的敬意 他所用的方式 绝对不是上香或是上坟 而是直接在他的坟前切腹自杀 随他而去 随他殉葬 这样的做法才是至上最崇高的敬意 要不然只是嘴巴说一说来上个枪上个分 请问这算什么 在日本就算悼念一个畜生 也不会用这么简陋 这么低阶的方式来纪念 来怀念他们市区的畜生 所以呢 难不成你打心眼里面 根本就没有把李老贼当一个人来看 而是把他当成一个 你们养在台湾的畜生而已 要不然为什么你堂堂一个 曾经当过日本首相的安倍 你说你想在台湾悼念一下 这个对你们友好的李老贼 你会用这么简陋 这么看不起人的方式来悼念他呢 所以呢我建议你要是你真有诚意的话 就麻烦你直接在李老贼的坟前 直接切负自杀 好好去追随去殉葬 那个你最喜爱的李老贼于地下 或是要是你怕死的话 你好歹也应该在李老贼的坟旁边 搭一个草炉帮他守效三年 这么做才算是真爱嘛 要不然任凭你满嘴跑火车 说什么敬爱李老贼怀念李老贼 我只能说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就跟菜马桶这批混蛋所讲的话一样 通通都是无法让人相信的屁话 好那吐仇完了安倍 因为接下来要吐槽的就是全世界的国际诈骗集团 为什么呢 因为诈骗集团 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的专利已经被台湾的民进党垃圾政府给盗用了 所以呢 你应该赶快去告他们 以争取回你们的专利权 这话怎么说呢 大家想嘛 全世界所有诈骗集团的套路 是不是要嘛就说 你中奖了 要嘛就说 他有一笔什么很大的遗产 他必须要继承 但是呢 所有的套路里面 最重要的关键是不是告诉你说 你必须汇一款手续费给他们 他们才可以把他的钱给你对不对 所以呢 照这个诈骗专利的流程来看 你们这些国际诈骗集团 难道没有发现 台湾的菜马桶政府 他们现在发振兴捐的方式 不也就跟你们诈骗集团 所制定诈骗别人钱财的流程 几乎是完全雷同一模一样吗 你们的方式是告诉被害人说 你们有几千万的财产 或是有几百万的奖金 想会给被害人 但是呢 被害人得先付5%的手续费 这笔钱才能够汇到他的户头 但是菜马桶这个诈骗集团 却是只发给老百姓5000块 就要老百姓拿出1000块的手续费 才可以领到这5000块 相比起来 要是按照被诈骗金额的比例算起来 菜马桶他们所诈骗的金额 高出你们传统诈骗集团好几倍 你知不知道 所以一个山寨里面的垃圾政府 他居然获利还比你们传统诈骗集团 高出那么多倍 难怪台湾的诈骗集团满地都是 就是因为你们已经看到 菜马桶这个诈骗政府 居然可以赚这么多钱 所以你们才纷纷加盟搞到大到高端疫苗 小到地方乡镇市场的选举 到处都是诈骗分子 让台湾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诈骗之导 就是完全拜菜马桶这个垃圾政府所赐 不要告诉我 我这样比喻菜马桶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付了1000块以后 菜马桶是真的会给我们5000块的 不像其他诈骗集团付了手续费以后 就什么都拿不到了 坦白说 要是有哪一个傻逼这么问我的话 那我就想反问一句 请问一下 这5000块不是原本就是我们自己缴的 然后放在菜马桶那边请他帮我们保管的钱吗 怎么他现在拿了我们5000块 然后只还我们4000块 难道我们还要感谢他不成 所以台湾老百姓 要是你们的脑袋还保持这么傻 还这么相信菜马桶 还以为菜马桶是对你们多大的恩典的话 那我只能说 难怪菜马桶可以成诈骗集团中的诈骗之王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愚蠢 还支持民进党的白痴们 自己太蠢太笨所造的恋 才会造成菜马桶这批诈骗分子 可以在台湾横行无阻 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人 可以自带了他们的真正原因 所以像这种明目张胆收了5000块 但是却只还4000块的诈骗行为 台湾老百姓到现在居然还不问不问 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起来革命 推翻民进党这个诈骗政府 什么叫做台湾奇迹 这就是真正不折不扣的台湾奇迹了 接下来要吐槽的 就是一年365天 在大陆每年很辛苦 赚了非常多人民币 供养台湾的那些辛苦的台商们 我觉得你们每年要这么的劳心费力 赚钱回来过往台湾这样做真是太不值得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自己想想看嘛 你们每天每年这样的穿梭两岸 这样的在大陆这么大一片土地上南北奔波 不过就是为了逃口饭吃 可是呢 台湾这个民进党垃圾政府 不但不想办法在事业上给你们有所帮助 反而还时不时的一天到晚 要把中共同路人这个大帽子扣在你们头上 仿佛好像中国要是可以统一台湾的话 你们就都是被老共收买 而且安排老共回来统战台湾的马前卒 但是呢 当民进党政府收到你们从大陆赚怀的人民币的时候 每个人都贪污的嘴巴都笑得合不揉 而且不但如此 在新冠疫情发生的时候 还不让你们回台湾看家人 也不让你们打疫苗 更不让你们非常方便的出国 以利你们去大陆做生意 甚至于动不动 还要用什么反渗透法来办你们 像民进党这种又吃又拿 又要把你们送入大牢的垃圾政府 难道你们不觉得 你们每年花这么多时间 花这么多精力赚钱养他们 你们不觉得非常冤吗 而反观这次我们参加奥运的中华队桌球选手 有一个灵性选手 他也不过就是差一点 赢了大陆排名第一的世界球王而已 可是呢 台湾的绿色媒体 以及那些民进党的不要脸政客们 就应酝而上 想要去蹭这个灵性选手的热度 但是呢 当被媒体爆料 原来这个灵性选手 他的桌球技术这么好 完全就是因为 他曾经受过大陆教练的教导以后 才变得这么厉害的状况下 大家可以看看民进党这些不要脸政客 以及绿色媒体的嘴脸 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双重标准的 他们是不是就开始胡说八道 胡言乱语的说什么 哎呀 国手代表台湾一地训练很正常 正常你妈了 要是国手代表台湾一地训练很正常的话 那我就请问 为什么台商一地赚钱 就变得非常不正常 就会被你们说成是中共同路人 不就是因为这个台湾奥运选手 他可以被你们蹭到热度 而台商不但蹭不到任何热度 搞不好他们的票还不会投给你民进党 所以呢 你民进党才这么下贱不要脸的 想尽办法打压台商 而且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台湾老百姓 你们一定要想清楚 就是一个二云国手 当他拿到金牌以后 他回台湾的结果 是可以领到新台币2000万的奖金 可是呢 一个台商 他每年赚回台湾的钱 可能就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一个是帮台湾花钱 一个是帮台湾赚钱 我就想请问各位 请问哪一个才需要被热烈报导 而哪一个才需要被这么不热烈的报导 甚至不要再让民进党拿去蹭热度 请问大家觉得我说的哪一个才对 不要告诉我说 哎呀 二云国手是为国争光 我就请问 难道台商赚钱回来 不也是为国争光吗 而且呢 我就想请问民进党 你这个不要脸的畜生政府 请问一下 你一天到晚说 我们的二云国手是为国争光 请问这个国 到底你则是台湾国 还是中华台北 还是中华民国 你能不能一次跟我们说清楚 要是你不说清楚的话 天天在媒体上蹭热度 天天用绿色媒体带风向 在洗台湾老百姓的脑 告诉台湾老百姓说 哎呀 这个为国争光 就是真的是台湾国之光的话 那我就宁愿这些奥运国手 你们一面金牌不要拿 因为你们拿的根本就不是中华民国的金牌 你们拿的是台湾国的 台湾国的金牌 对不起 我不屑 我也不愿付你们奖金 有本事 你们就去找菜马桶 拿你们台湾国金牌的奖金吧 所以你们这些可怜的台商们 要是菜马桶政府 还是一边拿你们的钱 一边还要栽账抹黑你们 说你们是中共同路人 而且也不让你们打疫苗 还把打疫苗的程序搞得这么复杂 甚至还让你们的小孩子 小民都不能回家的话 那我就建议你们 你们何不如 干脆就当真正的中共同路人 你们就再也不要回台湾 再也不要拿任何一分钱 给菜马桶政府 反正菜马桶政府 根本就没有把你们当过一回试过 所以你们又何必这么犯贱的 每年不得拿钱给他 还要被他抹红成中共同路人呢 所以最后我要吐槽的 就是台湾电视台 在这次东京奥运会的报道方式 我真的很想请问你们 这些无知的电视台 请问一下 奥运是不是不过就是一个运动比赛 那为什么不过就是一个运动比赛 但是你们台湾这些新闻媒体 在报道台湾选手得到奖牌的那一刻 感觉就好像仿佛台湾已经反攻大陆 或是我们冲出全宇宙 得到全银河的拥戴 变成宇宙之王的那样的自己兴奋高潮呢 妈的台湾到底是有多原始 多落后多自卑 全世界只有落后的国家 只有没有自信心的国家 或是生活非常苦的国家 才会把奥运拿到奖牌这件事情 当成是拿来刺激老百姓神经的政治春药 要是奥运选手拿奖牌这件事情 可以跟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生活收入 以及生活幸福感都等量奇怪的话 那老百姓去封奥运 还情有可原 还有道理可以讲 但是请问台湾现在的现况 跟我们奥运选手拿到奖牌的兴奋度相比 请问这两个是成正比的吗 台湾现在的生活指数 幸福指数 以及生活收入是非常好的吗 妈的台湾现在是一个连疫苗都打不到 失业率高达5% 很多底层民众 连便当都吃不起的落后国家 但是我们的媒体 我们的老百姓 以及民进党这个垃圾政府 他现在居然还这么的封奥运 这么的喜欢蹭奥运的热度 完全不顾底层老百姓 或是全台湾老百姓的生活品质 所以呢 一个连饭都快吃不起 都要靠振兴券才能养活自己的鬼岛 我就不晓得你们这些媒体 到这个结果也还在封奥运 到底在封什么 而且看看这次奥运日本这个主办国 他在这次的男子体操上面 他做了多少手脚 用了多少肮脏的手段 跟韩国一样 都已经变成一个不折不扣 只靠裁判来拿奖牌的一个垃圾国家 像这样的一个根本就已经完全失去 公平竞争核心内核价值观的奥运比赛 我就不知道台湾选手 你们再参加这种不公不义的奥运赛 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当然台湾的媒体 你们想要报道什么样的新闻 那是你们的权利 但是呢 我只呼吁我的听众 以及全台湾老百姓 你们想要看什么新闻 当然也是你们的自由 但是呢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这次台湾的奥运 已经被民进党 泼上了多少肮脏的政治色彩 认清这一点 就可以知道 民进党是多么无耻下界的 又想利用称这次奥运的热度 来进行部署 他们下一步一连串的选举步骤了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